亲爱的各位小主们大家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炒方面做法 喜爱美食的小伙伴请双击关注我 美食每天更新 首先准备清洗干净的油菜 切好的火腿片 方面一包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锅中水烧开之后 把方面下入锅中 其他的调料包就不用放了 然后把方面煮至六分熟 煮好的方面给它捞出 然后再用冷水给它冲洗一下 空干水放入碗中 锅中烧油 油烧热之后 把打散的蛋液倒入锅中 然后给它炒成鸡蛋块 炒好之后给它盛出 放入碗中备用 锅中再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放入皮馅豆瓣酱 或者是辣椒酱都可以 而且辣的小瓣可以多放一些 炒出红油之后 把方面倒入锅中翻炒 炒至均匀 然后把火腿片 油菜 鸡蛋倒入锅中翻炒 然后放入适量的生抽 如果这个辣椒酱放的比较多的话 就建议不要放盐了 如果放的少的话 再放入小半勺的盐 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出锅 炒方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吧 其实炒的方面 腰皮煮的方面吃更有营养一些 因为补放调料包 还把这个面饼的油给它煮出去了 这样吃稍微能更健康一些 也就是这样吃饭了